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还是非常强劲 加上随后出现一些补跌的品种 似乎也有一些止跌的迹象 所以我们说曙光出现 果然今天市场依然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 做多的氛围或者说是信心的恢复 但是问题也来了 连续指数是反弹了两天 个股其实有的强势的个股已经有两连板了 甚至更强的都有出现三连板的 所以说反弹还能够进一步去发展 还是连续两天的反弹 其实就已经释放的这个做多情绪差不多了 我们说是一个震荡驻底恢复的阶段 它恢复也不会一下子就好了 总会有一个反复 所以这个反复什么时候会来临 今天是我们重点要讨论的话题 先来看一下上阵指数的表现情况 连续两天的阳线 虽然有两天的阳线 昨天的量不够 今天的量略微的放大了一点 可是这个量肯定说 你直接V型上去那不现实 我相信也没有人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 今天的这个最高点其实就是摸 还没有摸到 就是我们原始的一个压力线 也刚刚就是再次触摸了一下五天线 连五天线还没有拿回来 所以肯定不会轻言说 这儿会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我们毕竟要来去研判一下 这个反弹的高度 大概能够到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上 不管是第一只脚有没有出现 一或是还会有第一只脚的一种回踩 甚至说反弹之后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 总归得先有一个弱势的反抽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呢 其实把上面的缺口标出来了 3189 3196 刚刚好也其实就是一个半年线的位置 也是之前一直夯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3200点的这样的一个底边沿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现在都看不到 能够反弹到那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今天不妨就来问问大家 这个反弹你会不会抱一点希望 甚至你看看这两天的市场的表现 情绪的一种恢复 以及做多动能的机具 有没有可能尝试性的去补一下缺口 这个缺口 3189到3196 甚至摸一下 尝试性的去摸一下十天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部分板块进去的表现 之前调整幅度最大的就是刺心股 然后调整幅度最大的就是之前非常强势的雄安板块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板块的表现 今天雄安概念有12只涨停 机动装备是三连板 加上它的一个新高 青龙管业两连板 先和环保创出了它的新高 什么是新高 我们就拿指数为例 指数雄安概念最高是2366 然后回调了差不多有50%多 那么有多只个股呢 是其实还和指数的表现差不多 刚刚就稍微的喘息了一下 但是现在呢 有差不多有三个股票是已经把这块失地 不仅仅收复了 而且是创出新高 这种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告诉你说可能越来越多的个股 会逐渐的进入到创新高的队伍当中 还是说只是这几个 其他的大多数个股 不可能有跟随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再来看看刺新股 今天呢 有七只涨停 万里马 来一份 还有数据港 等等 今天这个刺新股涨了1.01% 雄安是3.95% 简单的看一下下边的量 今天雄安概念是继续放量上涨 而刺新股呢 是一个温和放量 当然如果你看刺新股的这个量 好像呢 还有欠缺 进一步上攻 但是不妨碍他们的超跌反弹吧 超跌反弹 能走多远 这个来问问大家 反弹能不能去回补一下缺口 有多少人倾向于反弹 反弹有可能是尝试性的去补缺的 我们来听听今天三位嘉宾 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信心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分别是 红书敏 张艺蕾 还有潘敏丽 欢迎三位 在微信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反弹连续了两天 你认为呢 是不是有可能上攻3200 A能热点板块再次活跃 市场的信息已经逐步恢复了 所以第一步 尝试性的摸摸十天线 甚至尝试性的补缺 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不能了 量能不济 弱反弹 难成气候 随时谨防考验前低 前低是3100点附近 连续反弹两天 也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量 很有可能 再次考验前低 我们来看看三位的选择 先来听听红书敏吧 倾向于哪个 我倾向于A 但是呢 就是说这里是不是能够非常有效的 收复3200 成功的 成功的收复3200 然后逐级展开一个上攻 我认为这里条件还不具备 那么一方面呢 也确实就是说 指数从3295跌到3111 基本上也跌了200点 接近200点 180点 这个跌幅呢 是比较的足够大 那么具备这个反弹的这个条件 另外呢 从3295点以来 也调整了基本上13个交易日吧 这也是一个时间窗口 那么从量价的角度上来讲呢 和上周四上周五的量价关系相比呢 今天还是略微是有放量的 那么我们 我认为呢 就是说未来指数真正见底 还会有个缩量的过程 但是不排除这边 会启动一个ABC结构的 鼻浪的这个反弹 先去尝试去攻击 或者说摸一摸 3000 或者接近一下这个位置 那么而且呢 从市场的热度上来看呢 也有这个修复和复苏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我倾向于可能会先反弹 然后再做一个二次回踩来真正的这个见解 换句话说 这个反弹应该还延续 还能够延续一下 至于这个高度 要看成交量啊 热点啊等等一系列的配合 但并不会说因为两天的反弹 可能做多的动能 积聚的就是修复的差不多了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看张远磊吧 你倾向于是能不能尝试性的去补一下呢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那么我觉得因为3200点 其实在上次节目当中的维生阶段 我曾经提到过 因为谁的3200点的一个被迫的话 因为这个3200点这一个平台的话 是维持了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一个平台被迫的话 也就是说上方积累了大量的一个筹码 成交密集区的筹码 这一代的话 除非有外面大量的增量资金 现在来补充 能够把它一举的能够消化掉 否则的话 我觉得可能它短期之内的话呢 我觉得只能在这里说跌势趋缓 也不能说真正的一个趋势 所以短期之内的话 我相信随着今天的话 不断的去摸到五天均线 有可能在这里的话呢 五天均线开始逐步逐步的趋缓走缓 然后呢 等待上方的一个十天均线 逐步逐步的一个靠近 但是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上方现在有两个缺口 现在稍微的 大家都知道 包括像今天的一个雄安概念 我们会发现这两天 它其实的覆盖面 涨的一个家属 其实在越来越少 都集中在某些局部的一个家属 那些公司上面 所以这里说明一点就是说 之前的那些没有及时逃出来的资金 有可能趁着这波反弹的话 是在什么 逐步逐步派发出逃的 那么这同样也体现在 目前的指数上面 因为上方的套牢 太过于沉重的话 那么能够利用短期的 这种反凑的一个机会的话 大家首先想到就是什么 先了结 先离场 再观望 所以体现在今天的成交量上面的话 这两天其实没有出现一个 非常明显极致的萎缩的状态 所以这种量的话 我觉得是有隐患的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一个抛压 并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 彻底的一个释放 那么它会制约 短期之内制约 它的整个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 那么如果说需要外面的 离场的资金再一次介入的话 至少在这种多空双方 对撞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马上就一局介入 它会等一个什么 市场开始逐步逐步 完全清淡的一个时候 再折几的一个介入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 我还是比较谨慎 好 所以你是倾向于选B 就长时间的反弹 是不是这两天就反弹完了 一会儿你详细来说 再来看看潘老师 您倾向于怎么选 我也选B 和他的站在同一条 这个对我当中去了 因为我们在先前曾经说过 就是说在 基本上在比较高的位置 我们曾经说过 就神仙打架 我们观望为上 然后我们也说过 这一波跌是来势汹汹汹 那么主要看 就是缺口的回补的程度 那么上周三我们过来 是看到第二个缺口 当时有一个判断 就三天之内看能不能回补 如果说不能回补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一个指向 应该是指向 1月16号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来看 从就是顶上到现在 是下跌了180多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哪怕在下跌了180多点之后 连续两个交易日 它仅仅反弹了22点 那么这个22点 实际上只有180多点的 12%左右吧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还是一个弱的反抽 我们现在只能定义它为弱反抽 那么明天这个交易日又是 如果说要想避开长假 它又是一个取钱日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 我觉得明天这个反抽 我觉得也就最多延续到明天早上吧 我觉得接下来很难再延续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B 好 这反抽也差不多了 时间也好 空间也好 是的 这顶顶是针对于上证指数 我们是这样判断的 好 其他的我们稍后再来详细分析 其实大家知道以往 这周三这市场当中的表现 比如说还是能够让大家 去积极地看好后市的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确实有点弱 但是是不是反弹明天 甚至说过节之前可能就结束了 大家也别忘了我们A股 向来都有这样一种习惯 什么 节后出现上涨 至少我记得从去年开始 10月份之后 元旦之后 加上今年的春节之后 都有这样的表现 这次会不会 一会儿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 整体的表现情况 反弹能不能补缺 这是后面的预判了 先来看看今天市场 全线红盘报收 上证指数0.2的涨幅 中小版0.7 创业版0.09 再来看看成交量 今天是稍微有一点点量 4307亿 但是你看这个量 你说再进一步走高 你肯定要有再大一点的成交量 是吧 这点肯定不够 再来看一看涨跌停 涨停的加数 今天是继续增加 有50亿加 跌停的加数明显 有一定的下降了 8加 而且在涨停的加数当中 自然涨停的 今天是继续增加 31加 刚才提到说 熊安这一个板块 就有10多加个股涨停 而且像刺心股当中 也有7加涨停 基本上囊括了今天自然涨停的绝大多数 赚钱效率63 这要提一下 昨天是66 今天是63 其实是略有下降的 你让60多的赚钱效率 明天再上涨到80%以上 好像是有点难度 所以明天是大概率的 是不是赚钱效率会下降 值得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 今天的市场关键词连羊 两根小羊线 但是洪书敏你看 刚刚另外两位都 底气不足 信心也不足 为什么 就是反弹的空间太有限 是吧 才反弹 潘老师你刚刚说 多少点 对吧 才20个点 20个点 而已 咱们跌了那么多 而且成交量也不够 你觉得能够再进一步 尝试性补缺 有什么样的理由 因为从去年的一个规律上来看 就下跌这个浪行 基本上会呈现ABC的这种 像下跌浪行的一个结构 而第一个低点出现的之后 这个反弹呢 基本上还不会缩量 缩到这个地量 如果是顶量的话 大概3000以上 第一波下沙 触发反弹的时候量呢 基本上就有2000亿左右 第二次在下探的时候 可能会见一个地量 大概是在1500亿 甚至会1200亿 300亿的这样一个地量 所以我认为呢 从这样一个下跌结构上来看 第一波 市场必然会组织一次反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成交量的未必会缩到这个地量 但是我也不认为 这里就直接见底了 还会有一个反弹之后 二次回踩的一个过程 当然是不是在节前 就会攻击3000 我也认为有疑问 毕竟这个从时间 周期上来讲 接近到这个51的这个假期啊等等 那么可能会在节前制约一下 反弹的一个高度 在节后 有可能会尝试去攻击 3200点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前面说了 下跌的空间足够大 已经跌了有180点 也具备了组织反弹的 这样一个条件 而同时呢 从上阵的日K线图上来看 虽然2638以来的这个原始 上升通道线 已经是跌破了 但是我们看从去年 从去年的大概是 8月份9月份 2931 以及之后的2969 然后再到今年初的3044 以及这一波的3111 这四个低点形成了一个 我们说次级的这个通道线和支撑线 虽然它的支撑力度 比起2638以来的这根通道线 相对 它的重要性是偏弱的 但至少 目前到这个位置 正好是精确地落在了一个支点上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有支撑的 当然去看反弹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因为前面潘老师也说了 3200点那个缺口3000 三天没有回补的话 它是有效的 所以能不能完全回补 是有疑问的 所以反弹的目标位 我首先保守一点 把它看到3180 3181位置左右 3180 因为从上阵的30分钟的K线上来看 从3295跌到3111 它的反弹的 首先第一个弱势黄金分割位 是在3181 所以可以把这里当作第一目标位 另外在上周四 上周五 包括上周三 有在3181 有三天的这个起稳 但是上方就是缺口 所以有可能会往上周四五的 这个小平台上面去发展一下 但会看到 其实空间也并不是很大 因为往上大概也就 三四十个点的这样一个空间 定性还是一个弱反弹 并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反弹 当然我并不像两位那么悲观 就这么样的一个 努力一下的这个条件 都没有 都没有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的 那么从技术层面之外 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 最近在消息面上 或者说监管的层面上 有略微的这个松动的迹象 首先央行包括一些官媒 也开始说防范金融风险 不会出现系统性的这个风险 另外如果市场的这样一种反应 包括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委外 银行的委外 也是基本上从口风上来讲 是消除了这样一个大量的一个担忧 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 债券市场 股标市场的这个 委外资金的配置相对还是比较少 另外也是在引导说要引导市场预期 认为这里不会发生系统性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认为有一些监管力度 略微是有松动的一个迹象 也会为这样的一个反弹 提供一个有利条件 当然盘面当中具体的 我们也看到了 有两年版三年版的股票了 而且之前传闻的有一些 比如说指导啊 什么也没有出现 所以我认为的话 应该把人气是在逐步的复苏和积聚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看 比如说三连版的股票 今天晚上会不会有这个 新的消息出来 停牌之类的 可以帮助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吧 总体上来看 会有一个弱反弹 去尝试一下不缺口 对 其实大家不会在这个位置上 直接看新一波的行情的展开 无非就是看的是 这波弱反弹的高度 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因为你要通过这反弹的高度 成交量的配合 再去研判一下 接下来再回踩 它的力度 它的幅度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洪书敏是倾向于在这 应该会有一个反乘 就是倾向于第一只脚 应该出来了 第一只脚出来了 反弹之后回踩 然后是不是有第二只脚 之后在哪个位置上 然后这个是再去看的 但是现在这个潘老师 张月磊是不是倾向于 第一只脚可能还没出来 有人是把这个 我们这波的下跌和3301做对比 我们就来说这好了 当时其实这也有缺口 对吧 然后一路下跌 然后你看它的几只脚 就先是第一波跌 然后反抽一下 然后这个低点是多少 3068 然后真正的有力的一波 是在3668之后的回踩 来了一波 但是之后还看到了一个低点 这是第二只脚 3044 是吧 是这两个低点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3111 是不是3068 这个在另外两位看了 还要打一个问号 我说的没错吧 张月磊 为什么 一方面的话 因为当时在3301下来的话 应该说预留了一个缺口 对 那么是短期之内就给回补掉了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刚才说过 上方有两个缺口 而且从3200点这一带来说的话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一个 牢不可破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 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个位置 又预留了一个缺口 那么现在从短期来说的话 这个缺口正好是在此轮 整个3300点下来的一半的位置 那么应该可以认为是一个 持续性的一个缺口 那么持续性的缺口 它至少说明一点 它这个目前的一个趋势 已经形成了 就是朝下的一个趋势 已经形成了 但短期来说的话 至少是怎么来 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 油顺向摔 这样一个过度的一个阶段 然后的话 才能在这个基础上 重新组织 逐步的一个抵抗 然后再消化 它这个一个持续性的缺口 那么我只能说 持续性的缺口一旦出现的话 只能说在这里的话 短期200点的空间 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关键就是 现在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可能在这里 还会出现以后 还会出现什么 衰减性的缺口 一些些小的一个缺口 就再来一个缺口 还有一些小的一个缺口 所以我觉得呢 因为我这张K线图上来说呢 也是当时跟比较 就是说之前的 3040之前的那个 第一只脚的一个比较 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认为短期之内 在这里会构筹一个底部 那么这个底部的话 关键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五天均线 十天均线互相缠绕之后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必须具备什么 量能萎缩到一个极致状态 因为从去年的话呢 我们只能现在 总结一下去年的底部的形态 去年底部形态的话 都是有个共同点 都是伴随的 我一直去年 一直说到量能 1300亿 那么现在的话 连1500亿都 这个级别都没有萎缩到 所以我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今天的话 这几天呢 我相信有相当部分 抛压是来自于 有可能会来自于雄安概念 因为之前量体呢 这个量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 甚至还放量的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 特别是明后天 对雄安概念要密切地关注 那么从赤新谷的一个 今天的启动热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相当一部分 是集中在一些老的 就超跌的 超跌的 那么从赤新谷 现在的每一次 启动的一个标志的话 都是什么呢 都会诞生一批新的龙头 所以我也只能认为 目前赤新谷的起来 也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这两者都带有 超跌反弹的意味的话呢 所以我觉得 目前还没有真正能够说 能够一下子就回不了 上方3200点的一个缺口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关键点 是不是想说 我们要用时间 稍微长一点 再去补去 而不是说空间 是吗 空间你认为到位了吗 空间上 短期空间到位 短期的意思是什么 短期的空间 就是说 再在3100点 再下方击杀到 短期探明3100点 再次考验3100点 短期可能性不一定不是太大 所以我认为短期 可能会有一个反抽 但是因为 如果跟去年那个时候 反抽力度相对来说 还比较大的话 因为去年的话 我们从那个方况里面 看得出 是一下子一根阳线 打到10天均线 那么我觉得 现在当然10天均线 离上方还比较的远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这一次 不一定会那么快 就一根阳线 都打到10天均线 有可能还是等 10天均线缓慢的 一个下移之后 然后再会有一个什么 互相之间 再有一个考验 这个兴线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觉得 可能从市场的表现力度来说 会比当时要弱得多 那么另外还关键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到了 3200点这个区间 因为它横盘了 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它的消化起来的话 跟去年我们看到 去年因为每一次 阶段性的高点 都是一个尖尖角 所以哪怕是当天出现 3000亿以上的成交量 后面你会发现都是什么 消化起来并不是什么 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如果要比于去年的 整个市场的一个形态的话 我更多认为是一个 金字塔形 下方支撑一点点抬高 然后的话呢 下方的基础 不断地夯实一点点起来 但是今年的话呢 我觉得有可能出现一个 比较微妙的变化 就是什么 3200点横了两个月 是被破掉的 所以我 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看到这种 有可能会出现 倒行之塔形 就是上方的积压的 比较沉重的套牢 然后的话呢 当然到金字塔形的话 有可能是重新缓慢 下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薛斯通道来看的话呢 因为上周我说过的 3150 3150是被破掉的 因为3150是非常关键 因为它是大箱体的中间位置 去年其实每一次 刚刚好都是在这个中间位置 事成好以后展开新一步的行情 但是这一次的话是被破掉的 被破掉之后的话 也就是又打破了原先的 这种贫困的一个状态 如果明天收回来了呢 现在破掉了几天啊 今天正好就是3150 今天是收在3140 而且3150又是一个 短期限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至少目前来说呢 从已经有三天没有收回来了 那么去年有收回来 有跌穿过嘛 有一次 那么李廷看一下 当初有一次第二个 我划了第二根横线 当时是两天跌穿 两天跌穿 其实到了第二天 其实已经可以有阳 阳线开始逐步的开始收复了 而且当时只跌穿六个点 现在已经我们都 速度太大 速度已经偏大了 所以如果说明天 对3150 如果再不能站上 站稳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考验 这次如果说 在这里勉强支撑住的话 不排除还有对3100点 进行进一步考验的过程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你对趋势的一种判断 就之前呢 我们就从2638以来 不管是尖顶也好 还是说跌破了 你刚刚说的 薛斯通道的位置 但是它都能够收回来 而且可以去继续高点上移 低点上移 对吧 你现在这个判断 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有可能是什么呢 高点下移 低点下移 就是走出这样一个 下降的趋势 是吧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鸿顺便是倾向于 应该还能够保证一下 比如说调整完了之后 还能够再去摸3200 甚至3300 这样的趋势 应该还能够维持 是吗 我倒是不认为 这样的能走得这么强了 但短线没有这么悲观 我也认为就是说 这里下跌 下跌态势形成之后 有一个比浪的反弹之后 还会有C的下跌 也会有 对 但是有可能 C的下跌 也是要去考验 重新考验3000 甚至是有击穿的 因为毕竟像张瑞所说 3200点上方那个抛压比较大 但是短线我不看的 就说连像样的反弹都没有 就直接A就继续延续 那个A继续延续下去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一个 B的反弹 再有一波C的下跌 那也就是说对于中期 或者说稍微长一点的 这个下跌趋势 甚至空间是没有分歧的 无分是短线的反弹的高度和力度 以及热点的持续性的 这会有一点点分歧 中期可能 如果往下极限看的话 可能就3000点 还有2900那边还有 大概有两个缺口 但是如果直接第一波的 这个A就杀得很过分 那未来 那要看到更低的位置去了 那我相信 这和稳中求进的这个方针 包括的 目前的这个政策也是不符的 那至少这里先组织一波反弹 让存量的资金自救一下 怎样 未来下跌空间 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好 一会来听听 帕老师的观点 这组织一下自救的可能性 或者连个像样的反弹 是不是都没有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股指期货的表现情况 看看对于A股的后市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人见到的是东正期货的李志祥 李志祥你好 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本周三大七指依旧处于弱势回调的过程中 从市场回忆度来看 从随着七指交割的完成 三大七指主力合约的成交水平开始逐渐回落 在具体持仓方面 相较上周五 三百七指主力合约前二十区会员 近多持仓数量显著下降 而五零七指的近多持仓略有上升 而五百七指的近空持仓上升数量 同样较为显著 综合来看 持仓情况是整体偏空的 基本面方面 近期基本面表现依旧较好 交通运输固定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中 公路投资的同比增幅明显较大 从而带动了基建投资 依旧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预计在短期内 基建投资能够仍然维持在目前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基本面短期下滑的一个风险是非常小的 但目前市场的关注点仍在金融监管上 近期有关加长金融监管防控 金融风险的消息不断 不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警经会都是有所提及 两市的融资余额的持续下行 也是显示出了目前市场的一个观望情绪 正在逐渐的一个加强 那么这样一个风险偏好 不断下行这么一个趋势将会在何时停止呢 主要还是要观察监管的一个实施力度 以及持续的时间 总体来看 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作用是人人存在的 虽然加上金融监管去杠杆一些防风险 所造成的一个资金面收紧这么一个预期 或者气质产生一定的下行的压力 但是这样的压力的释放 应该是会是一个较为缓慢的一个过程 短期持续快速下行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李志祥的分析 接下来咱们来回到市场当中来 先来听听潘老师的观点 从选项上已经知道了您的这种结论 您来说一说理由是什么 依据是什么 好的 我觉得就是这次下跌和以往 任何一次我觉得都有所不同 因为这次下跌它那个背景 就是在大家都在冲井卖牛 冲井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突然之间转向了下跌 也就是这个打击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就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势头性的风险 觉得在这里 基本上看到整个市场还是偏温和的 在这种状态上 我觉得突然之间受到这么大量的一个打击 那么这个打击就是说我们从如果说以清明长价前后作为一个分割线的话 那清明长价之前几乎看不到跌停的股票的 然后长价之后哪怕到今天排面当中还是有跌停的股票 那也就也是显示出就是个股的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从去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引发结构性的行情 那么如果说这一波下跌行情 比如说就是说有些涨的股票开始下跌 或者跌的股票或者说跌的少一点 那么市场情绪有可能遭到破坏还小一点 那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跌起来大家就是涨的继续涨 是吧 然后跌的跌的更多 那么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指数型的上涨好像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说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情绪 应该讲这一次我觉得受到打击很大的 那么如果说情绪上的打击 情绪上的缺口不回补的话 那我觉得很难再有一些新的增量资金进来 即使大家手上有钱也不再买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季度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募基金的一些报表 基本上出来 出来之后发觉他们现在仓位只有两成 然后债券投资了四成 手上还有现金是32% 也就是说他有钱我也不买嘛 我就看着是吧 也许就是觉得自己抓不到乐点 这样参与的价值就几乎就没有 手上升套的也没办法 只能就扛着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事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量 顶上的量是在3266亿元 那么现在量能就即使跌到现在 目前还没有达到二分之一的量能 也就是说1633亿 1633亿这个数字还没有达到 还是存在17009这样一个量能 那么也就显示是市场还没有 就是呈现一个或者稳定下来的状态 哪怕这两天的反抽也是一些老乐点在运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如果整个市场要稳定下来 第一个动作应该是趴倒 是吧 市场还不趴倒 还在那里还在 还在那里反复的做 那我觉得每一次做事要每一次都是多损失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是这一些 包括就是极为活跃的资金 在这波行情当中我觉得损失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个是资金面 就是活跃资金受到损失 一个是情绪面遭到打击 我觉得这是很难恢复的 就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从15年的行情到现在 15年上半年开始 我们是开始去杠杆 是吧 我们就是证券市场刚刚开始去杠杆 然后我们去了两年 到现在还在去杠杆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银行系统 现在开始缩表 刚刚开始缩表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年是缩不完的 所以说从整个就是外围资金 无论是从银行 是从保险 从信托 以后再进入到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的资金的钱 都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陈老师 你刚刚说到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可能观望的情绪 谨慎的情绪更浓厚 所以进来的钱肯定越来越少 但是你刚刚也说到一个数据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基金的持仓的情况 是吧 基金的仓位只有两成 是吧 那也就是他们子弹肯定更多 该卖的也卖了 能剩下的两成 应该也就是说他也卖不了了 搁也搁不动了 可能 那不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做空的动作 现在基金的情况更奇怪 就我们发觉很多基金都抱团持暖 他就抱在那一批上 是不是 李青你发觉这个现象是不是很严重 就是说如果说抱团取暖 实际上抱团取暖的品种都是赚钱的 那么如果说都是赚钱 为什么不加仓 是吧 反而就是还有这么多现金留在外面 那么也就显示出 他们对自己抱团取暖的品种 实际上也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你是要减防那批抱团取暖的 随时也有可能就该出来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换手率还不大 有可能还能抱在一起 只要没有抛牌 是吧 但是未来如果说 没有一些新的资金介入 那么他们未来要么就是一条直线 大家就抱在那里没抛牌 一直抱着吧 一直抱着是吧 要么就是六位往上涨 或者拉得快的有一些抛牌出来 所以针对现在这个市场是非常尴尬的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养老金 我们养老金就是 包括昨天也开始 比如说说有一些养老金已经开始进场了 是吧 但是我们养老金也有一个投资比例的 而且现在进场的只是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养老金 我们是从2015年上半年 大家觉得有一支部队没有进来 掉队了 然后掉队掉了两年 现在才刚刚移到我们的面前 然后移到我们面前 也只是进来一半 或者说进来一些 那如果说他们只是进来一些 那么还有很好的位置要腾给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从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来看的话 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但是您刚刚也提到 既然提到养老了 咱们就来说一下 肯定要给他一个更好的位置 您是这样说 但您记得3044吗 我觉得当时出现3044的时候 市场您也提到过 说有累养老的资金进来了 对吧 肯定在那个位置上 一定是进来了 不然你不会起来 我们现在是在3100多点 其实和3044当时的这个位置上 应该没差多少 还有一点是什么 个股的跌幅 其实肯定很多都已经比3044的跌幅 还要大了 所以肯定也给了他们 流出了更好的一个位置去买了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3044 甚至盘中击穿了3100 那是机会吗 你觉得 我觉得这是更尴尬的一件事情 又尴尬 为什么尴尬 现在就指数 比如说假设 我们这里再往下 或者到达相同的位置 指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想要的品种 比我们两年之前的价位 不知道高出多少 想要的品种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 因为如果说养老金投资 它肯定是按照 就是社保或者委托一些 基金进行投资 他们的一些选股原则 大家都知道的 而这些选股的品种都在天上 所以他们是不是就更尴尬 那么他们怎么进 也就是说怎么进 除非他们选择那些超跌的品种 那是可以直接进来的 如果要选择那些品种 是不是还要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尴尬的事情 这就是一系列的尴尬 形成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我们就只能等待了 也就是说你要么就是 不急跌或者不快跌 那么就等时间 如果说直接往下 那么就看跌的品种是什么 就是被跌的品种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只能等 那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再往下跌 哪怕跌的是之前 一直跌跌不休的品种也不行 必须得是比如说 养老倾向于配置的 或者现在还高高在上 有可能你得出现一个调整之后 才会有人进来 是吧 你得看到那些东西 有补跌的可能性 才是一个真正见底 甚至是情绪的反转 建仓的信号 你是这样看的 我是这样看的 洪生明怎么看 我觉得我认同 洪生这个观点 就是养老进来进来 哪个观点你认同 就养老他现在进来 蛮尴尬的 蛮尴尬 不知道买什么是吧 对 是不知道买什么 因为这地方确实 一些酒啊 消费类估值也不便宜了 而且他们的股息率却并不高 股息率已经像茅台 股息率也低于2%了 所以对养老金而言 他肯定买高分红 高股息率的品种 那这些品种没吸引力 已经被炒上去了 而下面的创业版 可能还是有一些品种比较好 但是我认为养老金 肯定偏重于分红和股息的 所以暂时养老金 今天其实养老金 后面有个消息是说 是说养老金 也不是全部来买股票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地方要期待养老金 那现在确实是一个 没有办法完全说 把它当做一个确定性的 增量资金来看 好 那咱们就来说 再问一下帕老师 短期的这个反弹 因为刚刚也就 红书米倾向于 总归要组织一下 做多的动能吧 不是说我们凭空想象的 至少这个市场是有反应的 比如说雄安 比如说次兴股 有多支个股涨停 甚至连续涨停 你觉得这个现象的 客观的存在 是否意味着短期 应该会组织一个 比较像样的反弹呢 实际上我是很希望看到 比如说反弹的指数上幅度不大 但是个股上活跃一点 指数是不大 你说了二十几个点 就类似于这两天 这个过程是吧 但这个过程 能不能继续维系呢 我觉得也很难 因为通过这两个 交易日反弹之后 有部分品种也累积了 一定的短线的 这样一个涨幅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有可能也会 再度的面临就是抛压 因为它有获利了嘛 所以在这里也会有抛压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它的反弹的高度 也是受限的 而且又是原先的一些热点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就是说很难去延续它 就是比如说很强的 这种反弹 第一我们没有看到量能 是吧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看到 只是原先的一些热点 而且这些热点 它有一个位置 它是头重脚轻的 也就套牢盘在上面 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现在组织反弹的量能 并不是很大 那这样的话 也只能是一个反仇 所以我觉得 即使在这里的话 就是如果说没有政策面的 比如说进一步 支持我们多多的理由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现状 就一级市场 十个股票 每个星期是造反的 就不管你发生什么情况 是吧 二级市场的债融资 是受限的 那么有很多上市公司 它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来上市干嘛呢 如果说我刚开始 一级市场发的 融资的金额很小 比如假设就几个亿 然后我的融资的费用 又非常高 然后上了二级市场 我又融不了资 那么这个市场 是不是他们需要的市场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是吧 然后我们二级市场投资人 会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市场 仅仅考虑到一级市场的 投资人的利益 考虑到机构的利益 那么我们存在这个市场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在这一系列问题 没有明朗之前 我觉得大家有可能 都只是观望 而且是一种就是心理 就是挖凉挖凉的观望 就是看在那里 是这样的 之前大家还抱着希望 对 我原来也是很乐观 所以现在明显的 我也感觉到了 最近不仅仅是失望了 甚至已经开始产生绝望了 这个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们的判断 仅仅针对于主板 再手一遍调调一遍 那换句话说你看好创业版 我非常看好 你非常看好 一会儿我们来说 你看好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熊安吧 既然提到了 张越磊和潘老师 都倾向于 可能是资金的自救也好 或者说有大部分的筹码 应该说都套在山顶上了 是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 确实最近表现得比较强劲 基于股份 今天都涨停了 可以看在尾盘拉大的涨停 我们绝对不是做个股推荐 就是用熊安来分析一下 市场的情绪 以及反弹的这种力度和空间 先河环保也是涨停 另外像华夏幸福3% 季冬水泥5 首创有涨停 河缸和避水源 都有出现上涨 可以看一下 熊安概念 合计的成交额是742亿 占到两市有10% 换言之是什么呢 总共这市场 今天就这么点成交量 对吧 大部分在熊安 还有一部分在刺新股 还有一部分抱团取暖的 还有什么呢 就其他的就是平分了 咱们那么多只股票 就这儿的吸金能力 还是很强 所以这么强的吸金能力 认为就是一个机构的自救 还是来第二波呢 来那个张月磊 说一说吧 为什么不看好 已经占到17%了 对 还有一部分资新股 那么要指望资新股的钱 再聊到熊安里面 那么如果说不留 或者是这部分钱选择观望 那么我觉得 今天这样启动的这些 熊安概念的这些品种的话 或许持续留有多少 不知道 就是市场里面 这点存量的资金在玩 那么玩到后面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个量能的放大 其实是代表了一种 分歧的进一步的一个加弹 因为今天的话 其实有部分的 包括像机东装备 这些创新高的 其实大多数的话 都是还是半三腰下方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只能说明一点 其实有部分的资金 其实在哄台 最强势的那批个股 掩护着大多数的 这批熊安个股的 这个资金的一个出逃 因为都知道 上方是有封顶的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 今天有部分强势的 封到掌听板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其中反反复复 多次被打开 所以我还建议的话 熊安概念 如果就算有后面 第二波要炒 那么今天这两天启动 绝对不是第二波 它还是属于第一波当中的娱乐 那么第二波 我们说到了 既然没有尊量资金 能够增援这些熊安的 这些品种 那么它也需要 一个时间的 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该抛的 都已经抛掉了 然后的话 等待一个合理的机会 至少这锅水的话 要是当然要冷却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优良的一些 标的的质地的品种的话 一点点浮出水面 那可能是第二波的过程 至少第二波 我相信不会是 像第一波一样全面开发 不管三七二十一 钢铁水泥 什么东西 都一飞冲天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第二波 离现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短期之内的话 我一定要 我还是认为 今天拉高 还是一个出货 所以我画的这个走势 是不是和你的预期差不多 对 就是第一波当中 是下跌还没跌完 是吧 有一些可能已经 创历史新高的 有的是创新高 就短期这波的 这个高点打掉的 更多的可能是 拉高出货的嫌疑 这是张远蕾的判断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洪书敏 刚刚提到的 你还相对来说 觉得还有点操作性 在雄安当中 你看好的理由 他刚提到一点 倒是对的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资金 其实肯定是从存量 甚至变成减量了 没有什么增量 而今天呢 已经雄安 已经这个成交额 确实也不少了 700多亿是吧 而且呢 这市场平分秋色的话 还有多少钱 能够来到这边来 稍后来听一听 几位对后市 还有什么样的判断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雄安 这雄安一方面 是市场情绪 情绪的一种体现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大家也多多少少 有这样觉得说 如果没有雄安 好像市场的涨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跌总归还是有关系的 可是你做呢 是不是合适 听听洪书敏 你的思路和建议 首先从成交量上来看 今天大盘比昨天放量 放了大概 昨天1700多 今天1900多 110到200亿的量 基本上这个量 就放在雄安上面 因为这里呢 我想说就是什么 前面一波行情的 雄安的一致性 预期太强 一致性预期太强的时候呢 就没机会 那现在开始分歧加大 分歧越来越大 看空的看空都有 反而在这个分歧过程当中 雄安部分品种走了 走势上来看 走出了第二波 创新高的这个行情 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中有一些票 它是在走第二波的 创新高行情的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客观地去看 那么当然从雄安的这个 经过第一波第二波 当中的这个资金 它的诉求是什么 可能各不相同了 有的是为了解救自己 自救 有的是为了 可能还去做 未来的这个中线行情 那但是当中品种的 这个分化 我们看 从原来的 有土地储备的 对 一部分现在逐步地 转向于环保 为一个重要的这个线索 包括从品种上来看 也从大市值的品种 逐步转向为一些 相对中小市值的 盘子轻一点的品种 从代融资融券的品种 转向为 非融资融券的品种 这个特征是比较明显 但是在今天下午 我们看到像 金鱼股份 这些大盘代融资融券的品种 也主动地 有资金去回补 去打 那么显然 无论是资金 再为中长线布局 还是为了短线自救 激活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从近期的成交回报上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徐环票 它是出现机构席位的 这个买进的 那么第一波 一字版的行情 有大量的这个机构 没有参与 调整下来 是不是所有的 我们说公募基金 一些机构 放弃这个题材呢 我觉得不会放弃 毕竟是一个 中长线的这个 我们说国家级的这个题材 肯定会有一些 公募基金 包括长期的机构 去逐步的一个关注 那么成交回报 也透露出了 它具备长线机会的 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来看看 因为很多质疑声 是说 熊安第一批的票 都是伪熊安概念 一定要等到熊安第二批的 拿到熊安的订单了 或者说公司搬迁到熊安了 有一些这个项目了 但大家想想 真正如果有上市公司 拿到订单了 成为真正的 被证实的熊安概念 你还买不买得到 就像当时自贸区概念 最纯正的 就是外高墙 但它被证实之后 你买不买得到 我说举一个例子 熊安概念 现在当中 今天十二家股票当中 明天有一个 突然说 在熊安有订单了 它出来还是一字版 所以一些中长线资金的思路 它肯定是像 广撒网买彩票的方式 当你真正看到 它公告出来了 连续一字版买不到 你再进去 买那个真熊安概念股 有可能也是 也是去做接牌侠的 所以我认为熊安概念 这里资金 它的诉求比较复杂 有自救的 有解套的 也有可能开始 做中长级布局的 那么正是因为 这个题材足够大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的行情过程当中 不要放弃这个题材 但是具体的个股 还是要做区分的 对 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好 那问题就在这 咱们去精挑细选了 对 是吧 你就简单给个思路 因为精挑细选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环保板块 还是比较正宗的 以环保为主 对 这条主线还是比较清晰 因为津津地区 如果抛去熊安 这个地方 我们说熊安 它的未来打造的方向 就是生态 绿色环保和高科技 所以现在土地储备 暂时放一边 如果生态环保和高科技 我这一块去做文章 另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 是明确表态 我未来是要利用熊安的 这个机会 去积极地争取 在那里拿项目的 那这些公司也是潜力对象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环保高科技的公司里面 去寻找一些 它未来积极在熊安 有这个努力意向的 一些上市公司 当然我也认为 水泥钢铁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熊安 它基本上是一个 重建的一个过程 必然会运用到一些水泥钢铁 但是相对于前期 可能水泥钢铁 放在次养高科技的环保 放在主要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你刚刚有一个观点 说得挺好的 就是说不要放弃它 你要时刻记得它 关注它 当然前提就是说 不是让你去追 不是让你去觉得 这是好 不管321就随便买 现在肯定是过了 你随便买的一种阶段了 就是说这是 你如果是风险偏好 相对高一点的 是吧 尝试性 但是来听听潘老师 潘老师先来 因为你一个要说创业 你看好的理由 还有一个对于熊安 你有什么 你觉得不好的地方吗 你觉得不能建议 大家关注的理由吗 好的 我觉得熊安 有可能会有分化的 我觉得洪树敏 刚才说的很有道理 有一些就是真正的 有可能未来熊安概念股 它有可能还会走强 有这个原因 但是从比例上来看 我觉得好像 这个比例已经偏小了 不像一开始是全线上涨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一次 因为我觉得它真正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头上套住的熊安 它的一个量能太大 而且这个量能离开 现在的时间或短 如果要把它完全突破 在目前的生态环境下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说在这里 它做的仅仅是反抽 我是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还有一点 如果熊安上仔细去观察一下 实际上反而是那些被停牌的 它走得强一点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这也许也是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也要去把握一下 好 接着咱们就来说 你看好中小创的理由吧 主板如果跌 难道中小创不跌 对 我看好创业版 时间蛮久了 然后它也一直在往下跌 好在你还坚持 对 然后我当时还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1783 类似于就是2638 2638 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这个 基本上也快打破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 就是它构筑双底的概率 和可能性是在越来越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主板收量过程 我们可以看 这两天创业版的量 还是在500多亿 就500多亿 575亿 然后我们看到像 就是创业版B 如果说再往下跌 它有可能会触及到下折线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它有可能在这边 有可能也会稳定下来 那么另外从创业版 这个市场当中来看的话 就是基本上 大家都已经不太看好 而且认为它的下跌的空间 还在延续 那么我觉得建议大家 关注一下 比如说像一季报 一季报公布完成之后 大家去关注一下 所有创业版的大股东里面 还有没有一些机构的声音 或者说这些机构原先 比如说我们像一些政经 或者说原先的一些 旧市的一些 比如说前几大股东 肯定能看得到他们声音 因为他们的股本小 就看他们还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 大家去选择这些 就是有 比如说还是有国家队在里面 还没有减持的这些创业版 我觉得这样一个下跌 对这批资金也是一种损失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觉得未来创业版当中 也会有股票会走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 我觉得我自己去 预赏了一个方案 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那我们说就是创业版 比如说原先不看好 或者认为就是 它的估值过高 是吧 那么如果说假设有创业版 比如说在我们公布了 季报预告中报之后 它的业绩出现了反转 比如说有些创业版 它一季报是亏损的 然后到中报之后 它呈现几倍的增长 是吧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业绩的反转 如果按照几倍的增长 预测到全年 那么它的市盈率 就会到30到35倍 但是一季报亏损 中报就可以反转 如果说有这样的公司 我们确实也找到了 这样的一些品种 然后它在日K线图上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它是下跌了76% 就这样的个股的走势 从15年的高点下来 那下跌76%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是100 蓝腰一截是50 50再蓝腰一端 也就是说是25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已经跌了这么多 那么如果业界出现反转 那阿基市长 肯定也会给一些 肯定的答案的是吧 那么在肯定的答案之后 它也会再次出现反复 那么反复之后 如果重新的开始往上 那我觉得它真正的反转 就会来临 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机构 也会关注到这些变化 所以说我们对 当然我们就像我们 对熊岸概念不能一刀切 同样的对创业版 也不能一刀切 我相信总有一些品种 或多或少 它会或早或晚 都会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品种 我是非常看好的 而且现在大家 创业版都没人要嘛 如果说想要买的话 已经非常容易了 在目前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还是都看看吧 也许就是有很多地方 就是我们都不看好 有可能有绝出分身的机会 好 刚刚给大家看的 这种个股的走势图 我相信绝对不是某只 而是大多数 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走势 这跌幅确实很大 当然是不是双底就成功了 这个还是值得 大家去关注一下吧 稍后回来再来听听 张云蕾的观点 也来了解一些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今天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 接着来听听张云蕾的操作建议 刚刚我们说了熊安 其实你倒可以 跟我们来说说刺新股 之前你也一直有 看好过刺新股的时候 但是现在你刚刚也定性说 倾向于还是个超跌反弹 是吗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超跌反弹 包括我刚才 曾经见了潘老师 那个股票的一个走势 其实这个股票的话 我们初看其实跟创业板走势 相差并不是太大 那么其实不光是在创业板里边的个股 其实在主板里边大多数的 不是市场当中热点股票 其实跟创业板走势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基本上现在70% 七八十股票 基本上都是市场当中 足够足够在业务以往 那么市场的热点 现在一个就是消费类品种 老板电机箱 那个茅台 冒糖取暖基金在里边 还有一个就是说短期启动的热点像熊安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 刺新股由于筹码本身结构的这种优势 那么这几个里边的话 我认为的话 相对来说这种格局在短期里边 还不会马上就改变 也就是说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一种风格的树立 因为消费这个品种的话 确实是一种风格 因为除非你落到这种风格上 谁也不知道这个消费 是今年上半年 或者今年下半年的热点 当风格一变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消费不是热点 有可能突然之间 有可能创业板当中某个品种 又成为市场当中新的热点了 但当然一定要等 这种风格树立起来 你才能够真正去介绍有把握 那么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较容易能够关注的 同时又代表市场当中 活跃度逐步逐步体现出来 我还是坚定认为在刺新谷里边 因为刺新谷有个优势是什么 它的面比较的广 而且原样不断的新谷能够上市 它不像相对来说雄安概念的话 它集中度比较高 大家都齐刷刷地关注在河北 然后就进经济 然后就是那几个钢铁 梅塔水泥这里边的 那么这里边的话 有可能成为重视之地 那么刺新谷的话 因为它随着原样不断的新谷上来以后 它可以去除老的 可以再重新树立新的龙头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上市的刺新谷的话 它的打板加速明显开始减少 就开板 开板明显 不像之前的20多个涨停板 那这个时候已经涨到100多块200块了 那你到底进也不是出也不是的 那么现在的话 四五涨停板一打开的话 我觉得对场外的这个资金的吸引力 其实无形当中在增加 而且我觉得因为刺新谷本身的 当中的资金是代表市场当中最活跃的 如果是想一下市场当中最活跃的资金 都不愿意进入资金股的话 那你根本谈不上其他的一些热点 再能够树立起来 所以我还是认为的话 密切关注资金股的指数走势 当然我觉得如果真的从切入点来说的话 密切关注相对来说 近期刚刚上来的那些资金股 而不要去纯粹关注那些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资金股 我就指的大起大落 就是经历过一个大的正当调整 大幅上涨 大幅下跌 超跌反弹 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原先的筹码格局 筹码变得越来越复杂 上方套牢盘越来越多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明天可以申购的两只新股 一只是铁流股份 732926的申购代码 20块4的发行价格 12000股的申购上限 还有一只是寿先股 732896的申购代码 11块5毛4的发行价格 13000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的盘中大家记得可以去申购一下 接着先来看一下在微信上 今天的投票结果 上攻3200 概率有多大 从我们的选项来就知道了 选择A的32% 选择B的68% 将近七成的人 也说不能量能不济 警方随时考验前提 大家调谨慎 来看一下仓位的情况 加仓减仓空仓 明显你看 两天的反弹给你 就是要做的减仓的动作 42的人还是有意要减仓 13的空仓 27的仓位不变 你来看看满仓和加仓的 只有9% 大概有史以来好像我都很少看到 加仓和满仓都在个位数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见 来红书敏给点操作上 比如仓位上的建议 除了熊安 你觉得可以关注什么 或者说怎么去控制仓位 仓位上因为本身市场 还是在下跌通道当中 所以即便是有鼻浪的反弹 就还是做左侧的 其实 所以仓位上是不建议太满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从关注的方向上 无非就是熊安 次行可能还加一个 我关注一些中线的消费电子的 这样一些板块 因为除了茅台传统消费之外 近期我们看到苹果 这样一些概念消费电子股 也是有资金在配 那么它从短线角度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温度计 两天是有升温了 要看一看这个温度 能不能延续三天 同样是关注一下 指数的阳线能不能收三天 收到微均线上方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打破了这个三天的这个规律 只能反弹两天 或者温度只能保持 两天的这个规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更加确定一下 就是避浪反弹可能会加上 所以明天是一个非常重要 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因为以为需要有一些 这个更大方法 我们可以更加确定一下